嗨我是威力 你的線上奶爸又突然出現 今天我們單元是威力研究室 用研究改變你的財商視野 今天的題目是00938凱基台灣優選30的研究6 篩選機制的官後心得2 投資價值分數的設計目的 已經強調低波動跟超額報酬的一些問題點 我們再闡述一次 938篩選機制上 我們在上一集的部分有跟大家去討論一些內容 另外我們在頻道會員的節目裡面 有提到跟915的一些比較 你要說這兩檔標的他是包地 915跟938他是包地其實也蠻合理 因為他真的很相近 就只是差在說一個是有偏向要做鼓勵的篩選機制 一個是沒有的 這一次我們接續上次的內容 把下行風險的部分 一些補充的部分把它講完 再來提到說指數的排序方法 其中投資價值分數的目的 原則上就是這一檔指數的設計的核心重點 我們這次就要來研究看看 所以你在使用這檔指數的時候 首先你要先了解他設計的目的 比如說經理人他所闡述的他的理念 這檔設計的理念到底是什麼 接下來就是你要仔細去看他的篩選公司 跟你自己想要投資方法是不是一致 這兩者要匹配的時候 你在做這檔投資的時候 你才能更得心運手 你也才知道你在投資些什麼東西 我們系列結束的部分 現在是來到了研究6 00938的篩選機制 光後心得2 那這一個禮拜的頻道會員節目 會提到研究4的部分 是938跟915的篩選機制的差異下 這些下行風險的篩選排序方法 跟權重計算 我想有些朋友你是比較喜歡915的 那這檔938剛推出出來 你可能也會好奇這兩檔的差別在哪裡 那我們在研究3跟研究4的部分 會有比較重點性的一些差異點的做比較 那我想你如果看完之後應該會比較有心得 那研究7的部分就是938的篩選機制的 光後心得3 那研究8的部分 我們會再把938跟915的篩選機制 比較把優缺點做一些總結 其實波動就是風險 它是有方向性 波動就是風險 但是呢這個方向性 我們當然是希望怎麼樣 向上的多一點嘛 向下小一點嘛 往上漲的多一點 往下跌的小一點 等於說向下就代表說跌勢的方向 那我們如果可以把下行的標準差找出來 那下行的數值低 排在前面 這樣就是一個比較好的事情 於是下行風險的導數 數字越大就代表下行風險越小 那這裡就是 比如說你用導數0.0.1 標準差 0.1 0.3 0.4 導數就是10 3.3 2.5 那數字越大就代表說 下行風險越小 下行風險的指標篩選 這一般來說啦 我們這邊提到說 排除赴日還原報酬最差的 最高10%股票 這裡這個指標篩選的部分 我們是把915的 下行風險指標篩選把它拿進來看 那當然是呢 以這檔來說 它是看前75% 所以這兩者有點差異 我們把它做一個補充進來 那分析的部分我們來看 下行風險 通常就是指說投資 或是項目面對到不利的方向風險 就是下跌的可能 原則上標準差它是一個證數 標準差越大就代表說 程度 相關的程度 應該說它的程度越高啦 標準差的導數 以剛剛我們來講啦 如果說你在這個數據當中啊 精確度越高 就代表數據的集中的數值越精確 波動就越小 相反就是精確度越低的時候 數值的集中的數值波動就會比較大 那原則上 標準差的導數通常被稱作這個精確度 它是一個統計的術語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 數學公式來去做 計算來去做衡量評估 排序的方法 接著來提到排序方法 這裡面有提到說指標篩選的排序方法 投資價值分數達到40%等級 或是規模分數達到99%等級的合格股票 另外會依據252日的報酬率波動度的導數 有沒有剛才提到了 導數 遞減的排序選取前30%的成分股 這個評語我們有提到 會不會覺得看完 還是不知道它寫什麼看沒有 用白話來講就是 價值分數高 或是規模大的公司入選 再來就是波動度越低的股票 會被優先選入 等於是大規模公司的低波 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大公司低波 這樣子想 用這個直觀的翻譯 這樣子比較簡單 投資價值分數是指什麼 通過近一年度的EPS成長率 跟近一個月的一本筆 標準化分數以累積分配計算值 這是在公開說明書裡面 用很小很小的字寫的note note234 用很小的字去寫的 如果你沒有仔細看 你可能就略過它了 這個note3是講說 規模分數是指說 審核資料日自由流通市值的 標準化分數以累積分配計算值 note4是指合格股票檔數 如果沒有50檔的時候 它為5%集聚 放寬投資價值分數罰值 我覺得這個也是合理的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價值分數比較好的 那你自然你可能需要做一個 放寬的動作 才比較容易選到50檔 一本筆的公式 它基本上是 用股價除以每股收益 就是EPS一本筆 每股收益 EPS一般來講 就指說公司的盈利能力 每股可以所賺取的收益 那一本筆PE Ratio 稍打一個O 反應投資人 每單位的公司收益 所願意支付的價格 通常 通常是用來衡量股票 是否被高估或低估 這個東西其實常常很常 會有在一些財經節目上 這個講到這個PE Ratio 或者是 提到這個價值股 它可能比較便宜 被股價低估高估的一種評量方法 那我們這裡提到評語 排序邏輯是只有看近一個月 是比較偏向短期的價格 一般來說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假設你自己有在做一些 價值股的投資的時候 也許你也會看類似的 這種方法 投資價值分數是指說 近一年度EPS成長率 跟近一個月的一本筆的 標準化分數 以累積分配計算值 用這個文 文周周的文字 我們用簡單來講 就是把EPS成長率跟一本筆 做標準化 相加之後取平均值 標準化分數的意思是指說 是指說將兩個指標的數據 比如說這裡有提到 EPS成長率跟一本筆的數據 它本來是不同單位的東西 那通過數據的轉換 成為統一的尺度 它是為了要消除不同指標 當中的一些 單位跟範圍的差異 可以做一個比較合理的比較 通過標準化 可以將不同範圍 或是不同數據分佈的數據 那把它去轉換成一個 無量鋼的分數 才可以做相加 累積分配的意思是指說 將標準化 EPS成長率跟一本筆 進行累計 綜合算出來的投資價值分數 這個一般來說 投資價值分數就是用來 衡量公司的綜合投資價值 也就是公司的盈利增長潛力 跟當前估值的水平 做一個綜合考量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說 它通過價值投資分數 來去判斷這些被篩選 前面已經做很多篩選 那剩下這些篩選 它要去做一些排序的時候 那它就會依據價值投資分數 投資價值分數來去判斷 哪些是比較有投資的這種價值的一些公司 它會優先排在前面 那等於是 投資價值分數的目的 我們來提到 那通過這樣子的計算公司 用來評估一家公司 是不是有投資價值 如果說公司在盈利能力增長 EPS跟估值一本筆 這些表現良好 那投資的價值分數就比較高 代表公司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投資目標 還需的方式也有提到 設定選股的條件 投資價值分數等於是 反映了股票的一些基本面 那比如說一年的EPS 成長跟一本筆 那規模分數就是 依據市場流通市值 來進行標準化的評估 那在合格的股票裡面 要符合兩者質疑 這裡有提到 投資價值分數達到第40%等 代表說 就是股票中排名前40% 或是規模分數第99%等 就是指說 你可以理解成市值非常大的公司 比較大公司 或是有投資價值的 這種價值分數比較高的公司 會排在前面 也就是用更直觀的理解 就是大公司 或是投資價值高的優先入選 報酬率的波動度的倒數 這裡有提到說 適用過去的252的交易日 通常這個是代表一年的意思 標準這個報酬率的波動度 來進行選股 那波動度的倒數遞減排序 就是指說 波動度月低的股票 會優先選取 那因為波動度倒數較大 就是選取波動度較低的 前30檔成分 這個策略的核心 是在講說 選擇價值較高 或是規模較大的股票 而且進一步去挑選 波動比較低的股票 以達到 風險控制跟穩定收益的目的 所以這裡提到的核心 這裡我們把它highlight起來 價值高規模大 而且波動低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 大公司投資價值高 而且波動比較低 的公司會排在前面 所以你可以達到一個 風險的控制跟穩定收益 一般來說 大型公司 他的獲利能力是比較穩定 再來就是他也許 價格的波動度 會比較低一點 很難用 一些小 比如說市場派 什麼公司派 有些比如說 市場派 他可能會炒一些股票 那像這種大型公司 就很難會因為 幾個大股東 或是幾個市場派 而影響到他的股價表現 所以在大型公司 一般來說 他的價格波動度 會稍微低一些 比起這種小公司 波動 來說可能會好一點 年化標準差 近252日的報酬率 波動度 是指年化標準差的意思 年化標準差 它就是一種衡量 資產價格 波動幅度的風險指標 因為我們在最近有release一個工具 在我們的節目社群裡面 就有利用到年化標準差 去來計算 你自己的投資組合 整體的組合後的 年化標準差是多少 原則上就是用來衡量 個人的投資部位的資產 恰格波動幅度的一個風險指標 當然它是一個出估的方式 但是我認為啦 假設你真的很care 這種波動度的朋友 那你應該也要知道說 你自己的 整體的投資組合 的波動大小是多少 年化標準差是多少 你才有去判 才有辦法去判斷說 到底我這樣子的標的 我可以持有 我有沒有辦法 有這個信心去持有 那在這個篩選的指標裡面 它裡面就有這個方式 假設你本來就會去看這個東西的人 它裡面就有提 那是不是就很符合你本來的投資邏輯 這裡就有提到說 反映22日的 交易日的價格波動的表現 通常啦 波動度越高 價格的變動幅度就越大 也就是資產的風險也越高 這樣子的計算方式 等於是你可以標準化日報籌率 而且轉換成年化數據 以用來在不同資產之間 不同行情期間來做比較 所以啊 這種方式是一個 在指數裡面 它就告訴你 它有這樣的計算邏輯跟方法 那我想 有很多投資人 你自己在做 你自己的投資組合衡量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 接近人家指數裡面的 設計方式 來去衡量你自己的投資組合 到底年化標準差是高還是低 不是單純只是 只是去看報酬率而已 報酬率是建立在 你可以報得住的情況底下 那個報酬率才會 你的追尋才會有意義 我們這裡有把一些啊 近252日報酬率的波動度 的補充資料也把它寫上來 這個補充資料簡單來說 就是把每日報酬的計算 以及啊 計算平均日報酬率 還有計算日報酬率的標準差 跟年化波動度的公式把它列上來 數學公式 那你有興趣的朋友 你自己再去看一下 數學公式怎麼去算 那我知道像這種 eSale很厲害嘛 有很多人 eSale很厲害 我們社群上有很多朋友在分享一些 自己做的一些eSale工具 那如果你對 自己設計eSale是有興趣的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公司 把自己做計算 也可以去算得出 你自己的投資組合 每天的 這些年化波動度啊 標準差這些數據 你大概都可以算得出來 那我把再補充資料啊 放在投影片上有興趣的朋友自己去看吧 因為很多人看到數學啊 數學不會就是不會啊 都還給老師了 也不想要再去研究他 結論部分來到優點啊 選擇波動度低的股票啊 有效降低投資組合波動性 那等於是說啊 適合風險承受能力比較低的投資者 那我會覺得啊 風險承受能力啊 真的不能勉強 有的人是高 有些人是低 你真的要誠實面對自己 到底你的認定 你自己可以持有的標準波動度到底是高低 你自己才知道答案 那投資價值分數跟規模分數啊 其實是選出公司具有較高的投資潛力 或是市場規模 等於是在穩健當中尋找成長的機會啊 偏向追求穩健進值的成長 缺點部分啊 強調低波動性 它有可能會排除一些成長潛力高 而且波動較大的公司 措施一些超額回報的機會 其實這個評語喔 在915上面其實也可以適用 為什麼因為它在低波的部分呢 其實很相近 它的設計邏輯其實很相近 有一些些微的差異 我們可以理解成範圍的差異 但是它的設計邏輯是相同 那依據過去2522日的波動度 跟報酬率進行篩選 可能沒有辦法反映到 未來市場變化或是企業的成長力 等於是有可能會錯過未來有潛力的公司 這個就比較可惜 一檔指數它沒有辦法說 所有的層面都涵蓋到啦 那我認為它只能把 比如說經理人或指數公司的設計師啊 指數的設計師 它所想到的最care的一些點 它把它顧到 那其中其它沒辦法顧到 那就沒辦法啦 因為一個指數 它不可能所有東西都顧到 重於大規模公司等於 是一些成熟企業 小心成長企業的關注點 那這邊小型企業的關注就會比較少一些 然後比較集中在成熟企業 追求大公司第一波 它本來就會有一些 犧牲一些小公司 波動大公司就選不進去啦 這就是比較顯著的一些缺點 如果你是追求這種 中小型公司的超額報酬的話 那在這檔指數裡面 它就是比較難去表現出來 那其他部分我們會在 下一集再跟大家做討論 分享總是單純快樂 期待下次再見